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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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影片显示 一兩無人駕駛出租車 被地上的一個袋嚇住了 不敢向前開 把後面的車全部都塞住了 幸好有一個熱心的老大爺 把袋子拿走 車才開過去 另一段影片顯示 兩兩無人駕駛出租車 在武漢路口相遇 兩兩車一切都不走 一走就同時走 將交通都癱瘓了 今日 百度無人駕駛出租車 羅伯快跑 在多個城市大規模試營運 對失業之後 依靠開網約車維持新計的司機群體 造成生活壓力 同時 羅伯快跑的交通事故頻發 他們的安全隱患都浮現了出來 另外有消息傳出 無人駕駛汽車並不是全自動的 背後還有真人的參與和監控 羅伯快跑陸續在北京 上海西南等二十個城市大量投放 展開市營運 其中武漢是最大的無人駕駛營運城市 在一段影片當中顯示 有位網友上了羅伯體驗一下 他說 要輸入密碼才可以開車 點擊屏幕上的這個按鈕 車就可以開了 屏幕上還可以點歌 看起來不錯 羅伯很便宜 好像只要五毫一公里 只是車有時會搞緊急的動作 有點令人害怕 不過屏幕上可以求救 你遇到什麼問題都可以求救 跟傳統的的士相比 羅伯快跑具有這些優勢 首先因為不需要司機 折躍了人工成本 所以羅伯快跑很便宜 在武漢市內每10公里折扣價 大概在人民幣4-16元之間 而傳統的士網約車的價格 在18-30元之間 其次無人駕駛的的士 可以14小時工作 傳統的的士司機 沒辦法跟他們相比拼 其三 無人駕駛不存在 服務態度好壞的問題 也都不會發生拒載的情況 可以大幅度減少矛盾糾糾分 有位網友體驗了一次羅伯快跑 他說 車加速的時候比較平穩 最重要的是非常之便宜 跑了8公里 只是收了它6元 總體下來加速還是比較平穩的 這個車還不錯 主要的吃它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打車過來大概8公里左右吧 蘿蔔走了 我給你們看一下我的車票 打車6塊錢 打車6塊錢 然後花費多少公里 看不到應該是8公里左右 8公里左右6塊錢 當年羅伯快跑都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點 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它的行勢速度 比起傳統的計程車慢 轉向和轉換行車線比較生硬 有時會造成失車 蘿蔔快跑因為反應遲緩 是武漢被稱為調蘿蔔 即是笨蘿蔔的意思 出於安全考慮 這款汽車預設的時速受到嚴格限制 最高時速在60公里之內 而且一旦感應到旁邊有其他車輛靠近 它會優先減速禮讓 在交通狀況不好的時候 乘客反映羅伯快跑不停地急煞車 引起交通堵塞的事實有發生 有時候蘿蔔快跑還要罷工不動 交警才可以聯絡 客戶中心解決 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有一輛無人駕駛氣車 路口猛了 不知道怎樣走 有網友說 交警最怕的就是蘿蔔了 你看那兩個蘿蔔快跑都不知道做甚麼 蘿蔔快跑快點走 好了 一個蘿蔔走了 還有一個蘿蔔在等 這個蘿蔔為何還在等 哦 這邊是紅燈 無人駕駛還是安全第一 好了 走了走了 7月7日 一位騎電動自行車的大媽 被蘿蔔快跑撞傷 交警道場處理 第二日百度發聲明說 事故發生於武漢市漢陽區 一個十字路口 蘿蔔快跑在綠燈亮啟動之際 和一名闖紅燈人員發生輕微接觸 網友阿偉去叫出租車 結果來了一輛蘿蔔快跑 車來了 卻停在遠處 阿偉笑著說 大熱天時 我還要去追蘿蔔 阿偉和朋友坐上車之後 開始一切都更順利 就來到目的地的時候 卻遇到一單車喔 蘿蔔要兜過去 旁邊還有其他車 路況複雜 這樣對蘿蔔就比較難了 這個時候一個安全員走過來 接管了一輛車 安全員說蘿蔔都可以兜過去 但要花費較長的時間 大家以前一直以為 無人駕駛汽車是全自動的 近日有網友在社交平台 曬出蘿蔔快跑的後台現場圖 顯示蘿蔔快跑其實有真人在後台操控 圖片顯示 後台工作人員在屏幕前 實時監控車輛的行駛狀況 每個屏幕下面配備有 方向盆等的操作系統 網友認為所謂的無人網約車 只是把司機由車上面轉到辦公室 後台就好像開模擬賽車一樣 中國政府目前的規定是 自動駕駛計程車需要配備 隨車安全員 經特殊核准可以由 遠端安全員取代隨車安全員 遠端安全員的人車比例 必須達到1比3 這些安全員坐在後台的辦公室裡面 遠程時刻監控車輛的行駛狀況 一旦出現異常狀況 可以及時採取控制措施 確保車輛的安全 因為AIC既可以應對著大多數的路況 衣裳的狀況不是經常出現 所以不同於普通安全員 混沌駕駛員一個人開 同時為很多駕駛服務 在羅伯快跑公司 後台的安全員需要時刻 全神貫注地工作 他們需要好像機械人一樣 保持高度的警惕 嚴格監控車輛的行駛狀況 據了解 安全員在工作的過程當中 不可以有任何分心或者蟹桌的時刻 一旦閉上眼的時間超過3秒 系統就可以自動檢測到 就會要求安全員即刻停止工作 所以安全員的工作強度非常大 他們需要長時間監控螢幕 一旦出現緊急情況 就需要迅速作出判斷和處理 由於是長時間的高強度工作 很多安全員經常會出現頭暈、眼花 和注意力不集中的現況 而且他們的工資待遇並不樂觀 如果計算傳統的出租車 這個數字接近1,000萬 體量非常龐大 武漢市交通運輸局今年宣布 目前武漢市日軍營運網約車大約3萬兩 羅伯快跑投放了400多架無人駕駛汽車 正在佔市場不足1%的份額 雖然看上去佔比不高 但是有多位網約車和計程車司機表示 在羅伯快跑投放市場之後 自己的收入大幅下降 據公眾號湖北發布的消息 羅伯快跑現在每台車單日最高接單 超過20單已經趕上傳統計程車 一名武漢出租車司機素虎說 自己工作10個小時的營業額已經腰斬 由原先超過400元 罩降至200元左右受此影響 已有10%至15%的司機選擇申請退車 獨底在網絡上流傳的一封題為 巡遊出租車已到死亡邊緣的聲明 聲明將矛盾直指網約車和羅伯快跑 聲明說 更短時間無人駕駛車盛行 科技壟斷資源 搶奪底層人的飯碗 已導致很多巡遊出租車養家困難 被迫退出行業 聲明要求政府嚴控網約車的數量 和無人駕駛車的市營運 並為企業減少稅庫 讓公司可以存活下去 目前雖然在中國除了武漢市之外 只有北京、上海、深圳 正在準備等無人駕駛計程車上路 但隨著形勢的推移 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城市跟進 一位武漢網友發布了一段影片 同時發文說 上午的11點多 他由汉口火車站搭出租車 很多出租車都是空的 在車上 司機師傅說 今年太難了 他在早上6點接的班 整個早上只賺了21元 我是他接的第二單 他每天要交一百多元的租金 下手的只夠吃飯 我問他為什麼不換其他工 他說他都想 問題是他交了公司兩萬元的押金 簽了五年的合同 不到期退不到錢 再說其他行業現在都不景氣 這樣開出租車賺不到錢 不開也賺不到錢 反正都是虧 唉好難 這位網友說 路上我還看到很多蘿蔔快跑無人駕駛車 今後他們都沒有生存空間了 出租車司機科問和記者說 在我精神飽悶的時候 每日賺300-400元是沒問題的 但我今年56歲了 有時候我體力不好 賺不夠300元 再跑去每日交給老闆的份子前120元 以及電車充電 保險等各項成本 基本上都賺不到多少錢 我是月月光 你說這樣可以養家嗎 一位大陸網紅在影片中表示 AI等高科技 首先應該應用在流程化的辦公業務方面 例如說公務員辦證等標準化流程 而不是要和在生存線上掙扎的 底層老百姓搶利益 現在經濟下行 開網約車和送外賣 是無數中國人謀生的最後退路 這位網紅透露說 自己做自媒體的收入已經減少了一半 收入再減少 自己也只有開網約車的這條路 但這是最後一條退路 現在也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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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